哈喽大家好 我是逼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2022年1月28日的 0点40分 那我们这期视频快速更新一个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呢是一个消息面的视频 所以说大家赶紧去加入他们的discord 然后进行社区的推广啊 包括聊天啊 来允许他来名单 为什么要去做这块东西呢 因为现在他这个平台是刚开出来的 然后是非常非常新啊 非常早期 那我看一下整个discord社区里面还不到5000人吧 三四千人 我这边就不分享他的discord社区 因为涉及到bilibili面 这方面不方便展示啊 然后他现在还是非常早期 是今天0点吧 就是今天28号0点刚开了一个discord社区 然后社区里面的很多人在互动聊天啊 帮忙推广啊 那就是说允许他白名单 那他的白名单有什么好处呢 他的白名单是可以 作为一个类似前期的这种私募的 就是说 呃 私募的一个代币的一个私募啊 这个是 大概有一点五个以太坊吧 你需要有一点五个以太坊 可以赢取他的那个 可以拿到他的那一万五千个 那个代币啊 那他这个项目呢 叫x2y2啊 那这个项目是干什么呢 这个项目的是 是一个既openc 然后是NFT 之后呢 另一个非常新的一个 呃去中心化 呃的NFT交易平台 那就是说他这边讲了 openc呢 大家都知道很多 openc现在出现很多当机啊 包括他前端的bug啊 包括他的一直不出代币 然后一直不返回一个社区 然后自己赚了很多钱又不拿出来 对吧 然后lookswell嘛 那他存在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呃有部分的不不够去重新化 另外一块呢 就是说他前期呃在NFT上面 还有很多种刷单啊 或者是这种不适宜 不是已经交易去做交易的 而是作为一个假 说是一个呃空头自押抢占份额啊 然后让很多人进来 然后就是说让大家刷单 存在很多虚假的单子 那对整个区块链的时候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呃 呃一个现象啊 所以说x2y2呢 想做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 并且把所有的一些呃交易奖励啊 都缓缓缓于社区的 那最后做成一个一道的形式 来自理的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平台 他的定义呢 更像是以更去中心化的NFT交易市场 然后并且以缓缓于整个社区啊 他以这么个初衷来做这块东西的 那他具体的里面的一些案例呢 我们就不这边不细讲啊 就说他的代币经济模型啊都在这边 然后呢 他的那个呃 比例啊 假如说65%啊 就反宽于社区质押 还有空头对吧 他还有一些 还有一个12%空头呢 就是说在2022年开始 你只要在opensea啊 在luxware啊 你就在这个区块链上有有NFT交易的 他都可以拿到他的空头的啊 这块东西是不影响整个白名单这块的 然后我们主要讲的是个白名单这块 白名单这块 就是现在他有一千个份额 一千个白名单名额来 把他这个 一千五百万那个代币啊 分为一千股 每个人可以拿到 一万五千个代币 然后呢 这个代币呢 现在价格是零点二五 二五美金吧 那价格来说 现在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那看看现在luxware 他的代币涨得怎么样 你可以知道 他的回报有多好啊 然后呢 他整体都是非常新 然后他这边也有一些 他的那个呃 一些展示吧 他页面展示是怎么样的 对吧 然后呢 你看他今天满是1月26日发的 那因为我这个视频比较 比较新 我就没有去查这块东西了 然后呢 呃 现在就是28号嘛 28号 1月28号 开始有disco社区 还有一些市场测试版本 在2月4号啊 2月6日啊 然后添加流动性啊 然后质押啊 那整体项目呢 大概是在2月9号到2月8号 就是开始整整体的项目的一个 布局了 然后呢 他也有个战略规划图 然后2月8号开始 界面出来 然后一直到Q1Q2啊 那这边的话 就是说非常新啊 就前期 呃 我觉得去 呃 参与这块的话 还是有非常丰厚的一个回报的啊 我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呢 因为我自己是有 那个doodle的那个 nft的 然后doodle里面呢 他有nft的一个 alpha的那个推送 然后我看到这个东西呢 我就第一时间冲进去了 因为他里面的那个社区的推送还是 经过项目方的一些审核的啊 doodle里面相方审核 所以说这个 项目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大家可以去呃 去看一看 如果确实你如果觉得 呃 不太保守 那你就帮忙做推广 然后拿到白名单以后呢 也可以 进行别的一些方案的解决啊 那我觉得 嗯 拿到白名单去参与整个项目 去了解整个项目 然后推广这块 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优质选择的 那其实我们要真正做到 一级市场的一些 呃洞察啊 那这期视频我们就快速到这边 然后等会我会把那个 嗯 disco社区的那个链接 跟那个 这个文章链接 放在那个简介下面 然后bilibili的用户呢 可以单独私信 我会单独给你好吧 因为bilibili里面 不好直接 泡在那个 下面啊 那这期视频 我们就快速到这边了 那那就这样 拜拜